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电容的这个作用 电容呢,就是你在两块导体 那么他们有一个间隔 然后呢,在其中一块导体上面放正Q的电荷 在另外一块导体上面放负Q的电荷 那么由正Q到负Q之间呢 那么会产生这个电场 那这里的平行板 两块是平行板的时候呢 它的电场的大小呢 就会等于电荷量除以ε0a 那么呢,我们求得这个电场之后呢 我们可以由电场内积距离 那么会得到从正电荷的这个导体到负电荷的这个导体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电位差 到这里的电位差把它算出来 那么呢,你放的电荷量跟这个电位差呢 它会成正比 那这个笔值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是这个 两块导体所形成的电荷的电荷值 C等于Q出以V 好,那之前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 这两块导体中间没有放任何的物质 那如果说我们放了物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所放的这个物质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dielectrics 那它的中文呢,叫做借电值 好,那我们放的借电值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这个借电值呢,一般来讲我们分成两种借电值 一种叫做是Polar Dielectrics 就是有极性的借电值 另外一种是Nun Polar Dielectrics 是无极性的借电值 那么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极性的借电值呢 是组成这个借电值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物质呢 它里面有一些很小 原来就存在的这个Diple 所以呢,里面呢,这个借电值里面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借电值里面呢 是有很多这种Diple呢 在这个借电值里面 那因为呢,热的扰动的关系呢 这些借电值呢 它排列的方向呢 会是乱七八糟 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 有的,有复道症这个方向 复道症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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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七八糟的排列 所以整体来讲 这些这个电偶级呢 这些Diple moment的方向呢 是随意的 我们把像这样有 这个内部具有这些 小小的这个Diple呢 所形成的这个借电值呢 把它放到这个电场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知道呢 之前已经讲到了 就是呢 你把这个Diple moment呢 放到电场里面的时候 它会对这些Diple moment 产生一个力矩 好,所以当我们 加上这样子的电场的时候 它会把正电荷往这边推 副电荷往这边推 任何一个Diple moment 通通都一样 所以呢 当你加上这样子的电场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 类似像这样的效应 把正电荷往 跟副电荷呢 各往相反的方向推 让它的Diple moment的方向 会和你的外加电场的方向是一样的 好,那这是有极性的 这个界电池的时候呢 就是里面的Diple moment 会和你外加电场的方向相同 好,那如果说是原来是无极性的这个 界电池呢 没有极性呢 就是说 它的里面的这些组成 这个界电池的这些物质呢 它的每一个 比如说是分子 或者是原子 或者是组成它的这个金格结构 它的正负电荷的中心 电位电荷中心呢 是重叠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它原来是没有Diple moment的 可是呢,我们一旦加上电场之后 加上电场之后 我们知道 它会把正电荷往这边推 会把负电荷往另外一个方向推 那么呢 就会产生类似像这样子的 正负电荷的这个分离 那这种的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Induced Dipole 就是呢 被产生出来的这个Diple moment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就得到像这样的Diple moment 好,不管是这种情形 或是这种情形 有极性的或没有极性的这种情形 你会发现 当它放到电场的时候 它会让正电荷平均来讲 往右边移一点点 让负电荷平均来讲 往左移一点点 好,那么呢 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效果 好,那我们来这边 看这 把这个 借电值呢 放到这个材料里面 好,放到 抱歉 放到这个 电容板之间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呢 这是这个借电物质 然后呢 这个两块呢 是这个 导体的这个金属板 一开始呢 这些借电物质呢 这个是有极性借电物质呢 它在里面是随意排列的 因为热脑中的关系 它会乱七八糟排列 好,我们两端给它加上 正Q 跟负Q的电荷之后 那它会产生电场 然后呢,它就让正电荷往这边跑 负电荷往这边跑 所以平均来讲 在这个位置 会有比较多的正电荷 在比较靠近 这一边的金属板这边 导体板这边 会有比较多的负电荷 相同的 如果说我们原来放上是无极性的这个借电池的时候 好,那原来呢 是没有极性的 可是呢 我们一旦在这两个导体板上 各方上正Q跟负Q的电荷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电场 让正电荷往这边推移 负电荷往另外一边推移 那么平均结果来讲也是 在这边会有比较多的正电荷 在靠这个边边会有比较多的负电荷 那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看 好 这个效果就是 这个样子 我们在这边放了正电荷 在这边放了负电荷 所以呢 它会由正电荷到负电荷产生一个电场 产生电场之后呢 就产生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效果 不管是有极性的或者是无极性的这个借电池 它都会让正电荷往这边偏 负电荷在这个借电池里面 负电荷往另外一个方向偏 正电荷在这边 负电荷在这边 那由正电荷到负电荷之间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电场 好 所以呢 这个电场代表的是由 导体板上面的电荷 正电荷到负电荷产生电场 然后呢 在借电池的边缘会有比较多正电荷 这一边的边缘会有比较多负电荷 这会产生另外一个方向电荷 那么 整体来讲 它的电场的核 就是这个电场加上这个电场 所以呢 真正在这两个导体板之间的电场的值会怎么样 会变小 然后呢 它的电位差 电位差呢 是这个电场由这边积分到这边的这个电场的这个值 那这个也会变小 所以电场变小 这个电位差变小 那么呢 在导体上面的电荷量 Q 并没有改变 所以Q 不变 那我们就会得到电容值怎么样 电容值就会变大 就是7等于V分之Q 那电容值就会变大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把这个 所讲的物理呢 用数学方式 用数学式把它表达出来 按照刚才的逻辑呢 按照刚才的逻辑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你的这个电容 原来呢 中间没有放任何的界电值 是真空的时候 跟放了界电值之后呢 的这个电容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假设呢 在没有放任何界电值的时候呢 它的电容值是C0 这个0 代表中间没有放任何东西 我们在这个电板上面 放正Q电荷 在另外一个 这个导体板上面 放-Q的电荷 那么呢 中间的电场的值 E0 就会等于Q 除以A 就是面电荷密度 除以Epson 这就是这中间的电场的大小 好 那如果说我们放了这个界电值的时候 从前一页我们已经知道 在这个界电值 比较靠近这个上面的这个 导体板上面 会产生引致出来一些负的电荷 我们假设呢 这些负的电荷呢 的电荷量 总电荷量呢 是负Q' 然后呢 在比较靠近负的电板这边呢 会引致一些正电荷 我们说这些电荷量呢 会是正Q' 注意 这两个电荷量值会一样多 为什么 因为原来我们的这个导体板 抱歉 这个界电值是电中性的 所以 往这边比较多负电荷靠过来 就会有比较就是会往这边有一样多的正电荷靠过来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用高湿定律求电场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我们的高湿区面呢 比如说我们给它取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的全部的电荷量就是多少 就是Q-Q' 对不对 真是正电荷 正Q 这边是-Q' 所以全部的电荷量就是Q-Q' 这个截面积仍然还是A 所以在这个高湿区面上面呢 的面电荷密度呢 就是Q-Q'除以A 然后呢 在导体里面 电场是0 所以呢 这边的电场1 乘上这个A 就是乘上这个面积A 就是它的电通量 然后呢 乘上ε0 就会是包在这里面的全部的电荷 那我们可以知道 1A ε0 就等于Q-Q' 那我们就得到 这里面的电场1 就等于ε0A 分之Q-Q' 那这是因为呢 我们在算这个电场的时候 在算这中间的电场的时候呢 这个 真正你的高湿面里面包落的这个电荷的数量呢 已经从原来的Q 在这种情形变成Q-Q' 那 你可以看得出来 假设真是有正Q的电荷 真是有-Q'的电荷 那 我们就说这个减少 看起来减少的量值呢 我们把它是除以一个κ的值 那在这里呢 κ呢 会大于1 因为Q-Q' 那会等于原来的电荷量除以κ 这个值 包落进来的电荷量是变少的 在这里真正产生电场的这个电荷量是变少的 我们说这个 这个 少了多少 就是少了κ倍 那我们就是把它写成Q-Q' 等于Q除以κ 那写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这边 在右边的这种情形里面的电荷值呢 1 就会等于 这个 Q-Q' 就用Q除以κ 带进来 所以它就变成Q除以κ ε0a 那Q除以ε0a 就是这边的电荷值 就是等于10 好 然后除以κ 所以我们知道这边的电荷值 跟真的电荷值比较起来 它就少了 是这边的κ 分子1 好 那我们刚才在求这个 这个 电荷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用的性质就是什么 我们用的性质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湿区面 我们取的高湿面 是这个样子 那 电荷跟 这个面积的这个 内积的 积分起来 就是这个电通量乘ε0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 等于ε0乘上1 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有电荷值 在这边跟这边电荷的方向 跟这个面积项链的方向乘垂直 然后呢 在导体里面 这个电荷值是0 所以真正有 有 提供电通量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这个区间的电荷是1 面积是a 所以就等于1a 然后乘上ε0 等于里面全部包络的 这个电荷量就是q-q' 就等于q'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 高斯定律 写成这样子的形式 ε0 积分 1.da 会等于q' 那我们可以把 这个q'一进来 所以它就写成ε0 积分 q' e.da 等于q 注意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呢 在这个借电池里面 真正引导出来的这些电荷量 你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我们在计算这个电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 有多少的电荷 从这个电板流进去 因为你可以用电流计 然后你可以知道 真正有多少电荷流进来 所以呢 这个积分起来会等于q 这个q'实际上是 这个 呃 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 量出来的这个电荷量 好 那么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之后呢 我们就令ε0 kappa1 定义为 D 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叫做 电位移 Electric Displacement D 就等于ε0 kappa1 好 那我们把这个 D等于ε0 kappa1呢 带进来 我们就变成积分 D.da 会等于q 所以呢 之前的这个高斯定律 那么 对于借电池来讲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像这样子的形式 好 那这里唯一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q 是自由电荷 就是它可以来来去去自由跑来跑去的 然后呢 q'呢 是在借电池里面呢 被产生出来的这个电荷 好 最后呢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电容的这个情形 好 第一个就是在 有借电池的时候 跟没有借电池的时候呢 它的电场的比值呢 是1会等于10除以kappa 好 那 这个电容板 这边的距离到这边的距离 D跟这边的距离到真的距离D 是一样没有变的 所以呢 电场积分位移 这边电场积分位移呢 所得到的电位差呢 也一样会是这个kappa分之1 所以V会等于kappa分之V0 因为1正比于V 好 那么呢 这边的电容值呢 就等于它的全部的电荷 自由电荷量Q 除以它的电位差V 那就等于Q 除以 这边的V0 除以kappa 就会等于kappa C0 所以这边的电容值 会比这边的电容值呢 大 那么它的比例呢 就是kappa倍 就跟我们前一页呢 所推导出来的定性的性质呢 那么这边我们用电量的方式呢 把它描述出来 那这一张呢 我们就全部讲到这里 那么 然后这一张的奇题呢 有下列这些奇题 请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再来讨论这些题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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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